我想不會每個主人都像我這麼無聊 有空去逐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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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 Hello 大家好 有朋友都會問為何它們很乾淨 而且手袖都很白 為何它們會這麼乾淨呢 只要勤力就可以了 這個完全沒有技術可言 純粹是靠勤力 它們今天吃了東西 因為它們今天吃了蒸熟的南瓜 所以它們的嘴巴會比平常更濃 它們會遷用的南瓜泥和草粉 然後再把它們擦乾淨 擦乾淨它的嘴巴 我身上的頸部會擦乾淨他們的嘴巴 因為他們的前腳是用來絲彩的 我都會擦乾淨 擦乾淨後再到另一隻 我會逐一隻擦乾淨 擦乾淨後輪到肉包 擦乾淨後輪到肉包 擦乾淨他們的嘴巴 擦乾淨後輪到肉包 擦乾淨後輪到肉包 擦乾淨後 擦乾淨後擦乾淨後 擦乾淨後手指甲 因為他們是用前腳去撕開菜 他們的毛巾 我每隻都有自己一條 當然是因為我只有三隻 如果有十幾隻 就不可能每隻都擦乾淨 或每隻都有自己一條毛巾 把嘴巴差不多要掃 好像這樣 它的嘴巴有點長 在甚麼情況下要磨呢 通常吃東西的時候 你聽到它吃到有格格的聲音 就要幫它擦乾淨 好 你擦乾淨後 然後到麥巴回來 你出去吧 最後才到麥巴 因為它是最小的 它是小朋友 所以我會按照他們的背份 去照顧他們 我想不會每個主人都像我那樣無聊 都會有空去逐隻逐隻逐隻 跟他們擦乾淨 一來我自己養三隻 都可以自己承受的範圍 如果我真的養太多 這樣就不可能逐隻逐隻逐隻 去搞清潔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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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有朋友問 為何他們的嘴巴會這麼黑 因為我主要是以餵菜為主 其實龜糧我都很少餵 不會說每一餐都會餵龜糧 通常龜糧我個人都是一個星期餵一次 讓他們適當地補充一下 那我個人就是菜葉和草粉為主 好了 抹嘴吧 因為這一隻 它比較… 挖強 可能它以前病的時候 你經常要逼牠吃藥 所以現在麥包 你一做這個動作 牠就知道你要拔牠的頭 所以牠就不會太合作 所以你要把牠打筆一點 牠伸牠的頸出來的時候 就慢慢地跟牠擦 好 這樣吧 三隻就解決了 同時呢 這個就是我照顧牠們的配件 Hello 大家好 我是麥包 好 好了 今天呢 我們的分享就是這樣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